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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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一段 牛沙三人在法紀玉京裡面這個故事 告訴我們三世因果 但是也告訴我們 在這個世間人相處 都是報恩報恩討債還債 人跟這個動物牛也是報恩報怨 剛才佛家沙這個商人 他被牛角猝死了 買牛的人牽著牛去喝水被牛頂死 這個龍夫也是被牛角猝死的 你說他變成牛他不會報仇嗎? 他牛角就當武器就幫你殺死了 你說牛怎麼會把我殺死? 他沒有武器他沒辦法拿刀 他牛角就是他的刀 可怕就可怕在這裡 夾死百千截 那所作業不亡 那英年會一死 果報還製售 你只知道說牛肉要給你吃 你從來不會說牛會用牛角把你猝死 我講個現代故事給你聽 報恩跟報怨 這個報怨的 那在我講民營國解業力 幸福圓滿人生裡面有講出來 在2010年8年前 我在香港佛德教育協會 我在香港佛德教育協會 我是在2010年的年初 我在台灣新竹教育大學 講 古往進來 externate 迷信理智 人生價值 那也要很感謝新竹進宗學會 劉秀元會長 他邀請我 第一次在他們進宗學會主辦的論壇 就是台灣的新竹教育大學 開啟了我講因果教育的講座 也很感謝劉會長 2010年的10月 我接受香港佛德教育協會 胡尼尼基士的邀請 拿法師慈悲同意 我到香港佛德教育協會 講民營國解業力 幸福圓滿人生 當時是在2010年 2008年在華藏衛視 拿法師第一次跟我講 黃警官 你應該出來講英國了 這是老和尚市的福報 所以我在講民營國解業力 幸福圓滿人生裡面 有講到這個報恩跟報怨的故事 牛也是報恩報怨 不是說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妻子 才是報恩報怨 你養的動物也有報恩報怨 就是兩隻牛的不同下場 來跟貴夫講這個抱怨的故事 在2010年的9月14號 在台灣屏東發生的狂牛撞死老龍 這個老龍姓喜 喜姓的老龍 他養了很多牛 這位老龍已經85歲了 他養了7隻的水牛 要趕回牛棚 其中有一隻叫做阿樹 那個牛也有名字 阿樹 這個公牛花禽 不受控制 花禽就是 他有這個求我的意望 他就先衝撞老龍的臀部 因為當時這一隻公牛阿樹 在追逐另外一隻母牛 那老龍 這個喜姓老龍就把他們兩個隔開 不給這個阿樹去追這個母牛 阿樹就生氣了 你看阿樹也跟人一樣 會惱羞成怒 他又煩惱 我們講牛脾氣 他就對這個老龍 就生起憤怒之心 就先衝撞老龍的臀部 牛頭在猛地把老龍 用牛角把它頂起來以後 重重地摔下去在地上 死掉了 終於不治 那岸花呢 其他的六隻水牛在旁邊看 這叫共犯 他們見死不救 他們看到主人好像 被這個阿樹摔死了 這幾隻水牛好像也受到驚嚇 他們也知道主人死掉了 你看他們也有什麼 他沒有受想形式 老爺上說迷的時候有受想形式 開戶的時候就沒有受想形式 因為照見五人皆空 開戶的時候就變成見五人皆知 他迷的時候會有受想形式 牛也有受想形式 他知道主人死掉了 所以 因為這隻公牛阿樹 他發情 不願意離開 好幾個成年人 拉也拉不開 後來 因為他把老龍撞死了 老龍的兒子 就很驚訝 非常的生氣 就把這七隻水牛全部賣了 就殺掉了 就把他要去就地振華 賣到牛泛那邊就殺掉 變牛肉了 後來《中國時報》有看見這個消息 因為發生在屏東 當時我還在當副分機長 在木柵分機 現在台北市警察 政府警察局 文三一分級 我看到這個報紙燈這個消息以後 馬上打警鐘電話到屏東縣警察局 那個地方是恆春分級 一個鄉下的小派出所 我就打電話給那個所長裡面的警員接了電話 我就說我是台北市警察局某某副分機長 這個《中國時報》 說你們那邊有一個老龍被牛殺死了 這牛就變成兇險了 發生命案要報檢察官 檢察官來驗屍 那我就問他 因為記者有寫 寫說這七隻水牛被那個老龍的兒子 一生氣全部賣掉去殺掉了 我想去救那七隻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 有在組成那個廉遲放生會 我想去救這七隻水牛 我就問他就說 警員說 你知道那個喜姓老龍他們住在哪裡嗎 那個派出所我說我不知道啊 我說可是記者講說是你們辦的啊 他就問我說是哪個報 我說中國時報 他們就去追當地的中國時報的地方記者 結果一查出來 他說那個地方記者才知道那個農夫住在哪裡 結果我要救七頭牛那一天啊 那個記者跑到國外去觀光旅遊啊 找不到人 要救命啊 也要被救命的因緣啊 等到我在機器追下去就說 那你們幫我問 到底送到哪個屠宰場賣哪個牛喚 就是說過這些牛 牛肢的這些商人啊 等到我第二次打電話的時候 他們回報了 包括護舟那七隻牛被救地政法殺掉了 死了 救不回來啦 這就是抱怨 這個老龍啊 喜姓老龍一定跟這隻阿蘇這個公牛 過季生絕對有一年的 不然其他六隻水牛怎麼沒有殺老龍呢 怎麼輪到這個阿蘇公牛來殺老龍呢 他發情 他去追那個母牛只是個圓而已啊 圓啊 你要去追那個鷹啊 七隻牛怎麼是阿蘇來殺這個老龍呢 這個老龍養這隻阿蘇這個公牛養多久呢 啊 他養他養幾人 養八糧 陰臉會紅死 古爆橫之獸啊 那麼後來警察就去訪問這個這個養牛輪家啦 他們隔壁就講啦 你隔壁可能也都認識嘛 他說哎呀這一頭牛 這個阿蘇這一頭公牛 小了說就很皮啦 八歲以前小牛說把它收過來養嘛 收過嘛 把它買過來養 他說小時候就很皮啦 我們台灣說皮就是非常調皮啊 怎麼調皮呢 他常常去吃別人稻田啊果園的這些蔬果 蔬菜水果 所以呢 把人家的龍桌都踐踏壞掉 弄得這個喜新老龍跟人家賠 不是還要賠人家錢 買進來就要開始賠錢啦 到最後你也休想要賣他的肉啊 你要賠命啊 賠一條老命啊 你不相信這是抱怨的嗎 對不對 抱怨來的啦 再來呢 報恩 台灣雲林縣朵六鎮 有一位75歲的老龍叫梁平 他養了21年的老牛 這隻老牛的名字叫牛牛 梁平呢 他烏龍呢 八分地養過五六條牛 二十一年前養了這八條小公牛 但都不乖 後來跟人家換一隻牛牛過來 你看 養了八條小公牛都不乖啊 把他賣掉 不要養了 那八條是跟他有二元啊 就八條小牛換掉以後 換成一條牛 名字叫牛牛 那個老龍梁平說啊 這隻牛牛比他兒子孫子還聽話還乖 前面那八條小公牛不乖啊 這一條小牛呢 牛牛比他兒子孫子還乖還聽話 梁家呢 就把牛牛當成工作夥伴 自己一家人啊 當朋友疼惜啊 牛棚給他鋪軟稻草 就是榻榻米式的很舒服啊 兩旁是放仙草 牆上來掛電風扇給他吹電風扇 這個牛也是享福啊 牛套王啊 後來這隻牛牛年紀大了 不能耕作了 良品老夫婦呢 不忍心把牛牛賣去載成牛肉 你看感恩的心啊 有感恩的心就是 善年來做劍俗啊 有人就詢問啊 要給定金啊 問的良品要不要賣這隻牛牛啦 良品什麼都不賣 也不會太大筆錢 他說牛牛老了下崗 下崗就是不工作了 他就被送到台南 一家老牛之家 就是老牛的養老院 那時候台南縣長啊 書換字 他很有慈悲心 他就成立一個老牛不宰殺的 把他縮養起來 一個老牛之家 跟牛的養老院 那一天要把牛牛送去 這個老牛之家養老院的時候呢 良品啊 良人老夫老妻啊 還列流滿面的送行 偷偷地哭啦 捨不得他離開啦 因為鄉主二十一點有感情啦 你看人都有親子 牛也有親子啊 那個良品講的時候說 他不曉得 那個牛牛會不會親子 是我們良老不喜歡他了呢 不要他了呢 結果良品這對老夫妻啊 那天要送走牛牛的時候啊 發現 牛牛也哭啦 也流眼淚 牛也流眼淚啊 你看 他也有受想形式啊 他也是有群的動物啊 這就是報恩來的 同樣的牛 有報恩 有抱怨 這提供給各位做參考